在路边的树上看到一种这样的果实 实际上这种果实呢 大家都是日常经常见的 但是呢 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原始的模样 大家猜猜这样的果实是什么果实 回头后边呢 我会告诉大家 这棵树上接了很多 这地方还有 这地方有三个 很大的 边上这还有两个 上面还有两个 这下边 这边三个 下面这有一个 然后这下边有两个 上面 这个刺特别扎手 这个刺是非常扎手的 树上面很多 这有一个是有点干了 这地方有两个 这地方有两个 如果从这边看 上面 低的地方都有 但是在英国呢 大家都比较守规矩 一般你不会去把这些果实摘掉 但这就是路边的树 其实没有人管理 但是呢 大家都会主动的保护这些树 大家可以看这边呢 很多很多这样的果实 外边呢 像是刺果 原来我做过一个 新视频 叫刺果 看这地方 这地方有四个 改变一下角度 这地方有四个 很大的四个 好了现在我把这个灯打开以后 大家看这个颜色可能更好看了一些 真的这上面积了很多这样的果实 好了今天把它打开 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果 好 好了这打开了 这边是这皮 大家可以看这个呢 从外观上看 很像我们平时吃的板栗 这边上已经皮掉了一块 里面是一个大的坚果 是一个栗子 但是这个栗子 大家千万注意一点呢 它不是我们平时所吃的板栗 它呢有一个学名叫马栗 也就是那个牲畜啊 这个牛羊马的马 是马栗 这个马栗实际上呢 它是有毒的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吃这个 从外观的形象看起来 和我们所说的板栗 或者这个毛栗子呢 是非常相像的 而且看起来也非常好看 但是它吃起来带点苦味 它实际上是有毒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千万记着 不要吃这样的栗子 我前面也曾经做过一期 有关这个毛栗也就是板栗的视频 那个外边是毛茸茸的 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但是里面打开呢是很像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吃 在英国呢这样的马栗呢 实际上小孩们会把它拿出来 穿上绳子 互相玩来打 看谁的最厉害 谁的最硬 这个非常硬 但是呢它是不能吃的 有毒的 所以说希望大家千万认清楚 想要教育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们 不要误实了这种马力 好了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视频的话 千万记着点击 下边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了 谢谢访问老阳生活知识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